又是一日清晨 伴随着逐渐亮起的晨曦 整个哈里森港也像是苏醒般恢复活力 港口早已恢复工作 商对车马及行人的声音嘈杂 足有近一人半高的山牛拖动巨大的货车碾过泥石 尘土飞扬 路边小摊以及店铺的叫卖 鱼汤与卖饼的香气以及船工的呼喊 都令这座城市的居民倍感亲切 如今 已是10月9日 距离那场可怖的风暴雨入侵 已经过去20天 20多天 并不能将被破坏的城区重建 也不能修好破损的城墙 整被伤亡严重的城卫军队伍 更不能恢复以哈里森港为中心的城镇网络 甚至就连紫爵府的外墙都没有修好 但在被恶龙肆虐过的废墟上 一座座临时棚户已经建立起来 这是模仿土著棚屋的建筑 虽然简陋 但却能安置许多房屋损毁的难民 格兰特子爵并不是一个爱民如此的好贵族 实际上 谁都知道哈里森港周边的税收有多重 但最起码的 他收得多 做得事也多 这就胜过了帝国90%的贵族与官员 经过三个星期的修整 城市已经恢复正常运转 来自脑曼城与三河城的援助物资与工匠正络绎不绝地抵达 这倒不是因为好心 而是因为傻子都知道 倘若哈里森港倒下 那么就在也没人可以在南京遏制愈发团结的土著进犯 比起自己被恶龙冲入城内大闹一番 不如多给钱和物资 让其他人顶上 城市的重建不再一朝一夕 想要恢复被恶龙摧毁的西南西北城区至少要一两年的功夫 但白只好作画 因为土著受创严重 伊沃克和西河岸的所有土著营地更是在战争最开始就被拔掉 格兰特子觉想要推翻受创严重的西城墙 仅保留一小段作为纪念 在废墟上建起一片以全新炼金攻防为核心的新城区 除此之外 他还打算建起一座横跨伊沃克河的石桥 在河对岸建设新城区与少塔群 将土著的势力范围彻底压制回大红山林树海 当然 这其实只是附带的 格兰特子觉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摆脱现在哈里森港的建筑规划 在新城建设几个大规模的居住区和工坊园区 并且以此为起点 逐渐将破旧的哈里森港改造为一个真正的大型海港都市 当年的哈里森港是由要塞扩建 很多设计并不合理 没有为日后预留下足够的土地空余 而现在趁着土著被打痛 就城区被破坏不少 是时候将其改造得更加坚固合理 至于钱究竟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战败的土著那里 红山林土著一共有一百多个不同的部落 其中有四个大部落 十几个中型部落 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仅仅只是其他部落的附庸 土著联军虽然失败 但哈里森港也打不进向古山 大部落的根基不会被动摇 其他部落的势力却被迫收缩 有些还可以退回树海 甚至可以跑去向古山另一面的西红山林树海修养生息 但其他退无可退的土著部落 如若不想灭亡 就只有最后一个选择 那就是听从哈里森港的号令 正如同最近这些年流传在土著中的那句话 哈里森港是部落 帝国也是一个更大的部落 大家都是人 给其他大部落当附庸 和给帝国当附庸 真的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这个问题并不好说 但总而言之 格兰特子爵接受了大量赔款 而剿灭了好几个富于顽抗部落的哈里森港 用烈货的土著资源交易来了不少重建资源与资金 再加上帝都透露出的南部开发意向 能预见 未来的哈里森港 将会愈发兴盛繁荣 只是 相较于稳中向好的哈里森港 伊恩最近这段时间的情绪却不怎么高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他经常会出现奇怪的幻视现象 简单来说 无论何时何地 他会突然的看见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譬如说一些石头 几个不认识的人 丛生的草木 亦或是一片寂静的湖面 最为奇葩的一次 是他看见一个带着南瓜头的黑色人影 在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跳着诡异而激烈的舞蹈 百思不得其解的伊恩去询问自家老师 而希利亚德惊讶地表示 那是极北之国沿江庆祝丰收的特殊祭祀舞蹈 名为闪光的丰收 算算时间 差不多也就是最近 伊恩居然能看见如此遥远之地的祭祀场景 令他也感到颇为不可思议 直呼伊恩天赋异禀 但再怎么不可思议 天赋奇才 幻事还是影响生活 毫无规律 绝不重复 根本无法预测 也无法阻止 甚至就连做梦的时候 伊恩的梦境都会突然蹦出来类似妖精打牌般的奇怪图像 和睡眠质量无关 也和身体素质 奇特疾病无关 根据希利亚德的检查 伊恩的身体健康的堪比一头小豹子 他认为除却那些从小把原制食物当零食吃的大贵族子嗣 同龄人中能比伊恩强的并没有几个 毕竟也没有几个人 这么小就能踏上升华之路 不是身体原因 也不是闪文症 剔除所有不可能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唯一的可能 这一切 大概与你的灵能有关 希利亚德在数次检查后 颇为严肃地告知伊恩这一可能 你是后天觉醒的灵能者 和自然而然就能成长灵能的天生觉醒者不同 也和修行升华之道 逐步提炼出生命灵能的升华者不同 你的灵能 就是你的渴望 想要让你的灵能进阶 就需要满足你的渴望 并且不停衍生出全新的渴望 我并不知晓你的渴望是什么 但我觉得 你可能是意外契合了成长的条件 灵能进步 但大脑无法承受 所以才出现这种灵界前兆 因为这一场的情况 伊恩甚至没有参加格兰特子爵的表彰典礼 不过问题也不大 在明面宣传上 击退山巢之灵的关键一炮 主要功劳都算在了那座塔楼中驻守的四位成卫兵身上 而伊恩 只是辅助维修炼金火炮的热心群众 这反而是一种保护 毕竟土著又没灭绝 大萨满和恶龙还活着 他们肯定对阻碍他们获得最终胜利的人恨之入骨 暗杀骤杀都极有可能 更何况 伊恩得到的好处远胜过这些表面上的荣耀 苍蓝之文 格兰特家族家传的以太武装名文典籍 理论上 只有家族成员才能学习的机密 但因为最近这几十年来示威 格兰特家族也没有出现擅长名文的人才 故而只能让外人学习 帮忙维护以太武装 当年的普德长老 便是在老子爵的默许下学习了这本典籍 综合自己的矮人名文传承 才有足够的水准可以维修以太武装 而现在 这份殊荣 便传承给了伊恩 不得不说 苍蓝之文中的名文知识 复杂程度远胜于普德长老开课传授的基础名文学 其中还有许多有关于机械工程以及冶炼 材料学方面的知识 或许对于其他人而言 以太武装涉及的各种学科和知识实在是太过繁杂 即便是精通名文学也难以理解全部 但伊恩是谁 他前世可是东亚重工的高阶工程师 虽然现在没有AI助手与电子脑的帮助 也没有联网资料库 但以他的专业水准 不说空手搓战舰引擎 高屋建林的学习以太武装的构筑并不算多难 最差最差 至少能看懂设计者的设计目的与手法 说来也有些巧合 伊恩正式学习苍蓝之文后没多久 就开始出现频繁的幻视现象 他也思考过两者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但总觉得只是巧合 毕竟 倘若学点心知识就会导致患事 这怎么想都太离谱了 不 不对 想到这里 正在早间锻炼的伊恩却忽然若有所误 如果说 我的渴望 就是了解异世界 了解泰拉大陆中的全新知识呢 这样的话 可能就说得通了 明天庆贺强推三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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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